接下来镜头要关注到的是以哈的冲突 以色列在周一凌晨的时候 对加萨最南端的拉法师 发动了一系列的猛力空袭 号称这行动是为了要营救两名以色列的人质 双方也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最后是救到人了 但是这场行动也导致了大量的死伤 就说现场造成了一百多人因此死亡 飞弹轰隆巨响呼啸而过 以色列军队周一暗夜空袭加萨南部拉法师 就是为了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 以军释出这段热成像影片显示 特种部队夜间挺进拉法师移动住宅 冲到二楼救出被关押在里面的两名人职 分别是60岁的马曼和70岁的黑儿 乙军说他们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能够救人和逃出大楼 他们进入那个房间 到1.49am 一边救人一边还要抵御哈马斯 所以顺利营救人职 过程中还不断安抚他们 马曼和黑儿经过一百二十八天 终于礼节归来 送到台拉维夫附近的医院接受检查 当他们终于报到佳人时 热泪银筐 迟迟不肯放开亲人 当我们的第一次分钟 我发现摇认为他们的 我并不相信他们 我感到很高兴 我们都在哭 然后是非常感动的 非常感动的 它是两个人的感动 然后身体 你们两个人 如何比较 我可以说 他们很小 他们的 在这些人 所以他们在走 但我相信 他们仍然是大颜色 我们会看到 how physically good or bad they are or how mentally good or bad they are only when the days will come 只是两名以色列人之获救 可能是用多达一百条巴勒斯坦人的性命换来的 拉法居民说空袭开始时许多人都还在睡觉 好几栋清真室和房屋被击中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指出 还有许多人受困在瓦利夏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持续攀升 当地一名十岁小男童通过绘画 形容这是他经历过最惨烈的战争 虽然这名小男孩和家人能够一路开车逃到埃及 路上还差一点被乙军飞弹击中 但在拉法依旧还有着140万名巴勒斯坦人 而且乙军正准备对拉法展开大规模地面战 有分析师认为这恐怕会危机到人质谈判 美國總統拜登週二則在白宮會見 約旦國王討論人質協議 並重申在拉法的加薩百姓必須受到保護 他也透露美國正在推動一項至少六週的停火協議 TVB新聞綜合報導 另一頭俄乌戰爭即將要打滿兩年 美國參院總算是通過了援助法案 只是隨著這戰爭拉長俄羅斯的兵力吃緊 甚至是千里迢迢到尼泊爾找來了代打傭兵 也因為這樣 這場戰爭似乎演變成無人機大戰 烏軍直升機在雪地上低空飛行 這裡是烏冬前線戰場阿夫迪夫卡 現場還能聽見密集槍炮聲 因為遠處的俄軍人對這裡虎視眈眈 烏軍不敢鬆懈心防 加派自走炮在雪地上奔馳 緊盯俄軍一舉一動 一旦發現俄國步兵有新動作 烏克蘭士兵必定先下馬威開炮嚇阻 這裡烏軍使用的是捷克生產的輪型自走炮 這款自走炮所擁有的優異越野性能和行駛速度 連搭乘的烏克蘭記者都贊不絕口 烏克蘭堅守陣地相反的俄羅斯缺兵問題 越來越嚴重 甚至跑去尼泊爾找代打傭兵 很難想像這個與烏克蘭距離遙遠的國家 也被俄羅斯誘騙打仗 一名尼泊爾傭兵舍命脫逃 描述自己的經歷 斗音上還有尼泊爾人在俄羅斯軍事訓練所受訓的畫面 但這些人萬萬沒想到很可能一去不復反便跑回 尼泊爾因為失業率高 很多人看在每月幾千美元的簽約金受騙上當 震王的士兵數量快速增加 最近開始有尼泊爾人聚集加德滿都的俄羅斯使館前抗議示威 要俄羅斯停止攻打烏克蘭 究竟尼泊爾有多少人被騙去戰場 官方評估至少有200多人 但CNN掌握的數據顯示 實際人數恐怕有1.5萬人這麼多 不只尼泊爾 俄羅斯還把歪腦筋動到敘利亞窮苦人 加上以提供公民身份的方式騙他們去打仗 有感兵力折損速度太驚人 俄羅斯重新聚焦發展CP值更高的無人機 除了要取得更先進的伊朗無人機 日前俄羅斯防長也特地到無人機工廠參觀 其餘包含無人艇也是俄羅斯給予迎頭追趕的項目 但至今他們最大的公共知的獲得是Odovanchi 意思是Dandelite 我們不太清楚 但俄羅斯自身 它有200km和80km的速度 可以持續650km 這樣的距離等於能讓俄軍勉強從克里米亞抵達奧德薩 烏克蘭未來真的不得不防 現在已經有多少機器製作 今年有1000機器製作 我不能說多少機器製作 因為這已經很感激烈的資訊 但我告訴你,沒有階段階段 不過烏克蘭早有規劃 表示已有十多家公司協助生產 能深入莫斯科或聖筆德堡的遠程無人機 一場無人機大戰 儘然成為聖敗關鍵 開始了一場消息的消息 美國議員會現在通過 有95億美元緊急救援 包括英國的60億美元 14億美元 緊急救援 還有4億美元 印度派西 好消息是美國參院終於通過 原污法案解燃眉之急 這之前烏克蘭才指控 俄軍偷偷在佔領區使用星鏈系統 不過俄羅斯和馬斯克雙雙否認 由於星鏈攸關軍事通緒 若俄羅斯輕易取得恐怕不利 烏軍反攻 北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要持續來關注的是台海情勢 雖然說您現在可能在放年假 但是國軍的戰備是沒有假期的 我們的鏡頭就要帶您來到的是基隆 就算是冷氣團來襲 海軍的艦隊照常演練出港 為的當然就是要模擬對應 親由北部海域的中共軍艦 注意 手機之後請客艇10號簽點名 隊長照正快右夾 英語飛飛 寒風刺骨 海軍131艦隊戰士 依命令執行 風雨無阻 人人物為模擬接獲艦戰中心下令 我本分隊即刻執行緊急出港任務 自戰術有力位置 登艦三步並兩步 向甲板拆爛解除貓箔 那裝備備變主要是主電機 雷達 通雷裝 火砲 系統都備變完了 那我們會發布緊急進出港部署 那會到停手尾就位 人員都到齊完 確定了 那我們就會二籃解離 那這個所用時間上機 要求我們大概是30分鐘內完成 望流飛彈快艇 兩艘任務編組退車出港 準備前往指定海域 反覆訓練 接戰程序 基本上如果在作戰的話 我們會在一級艦前面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有我們的戰術戰法 基本上我們打完飛彈我們就會撤 因為我們是機動性最高的 快穩很準 會到各戰備渝港實施在這陣部 然後準備下一波的攻擊 暫時接受62部隊的指揮 遂行自海作戰 確保對外航運暢通 及海疆安全 部署為止最背端的131艦隊 揮下井江級脫江級飛彈巡邏艦 和數十艘飛彈快艇 憑藉火力和速度 是海上聯合結局 重要不對稱戰力 因為解放軍的水面戰力 數量更多 盾位更大 是既成事實 平常的訓練就是當真實的狀況 去做模擬的任務執行 因為近幾年中共這樣子 不斷的在台灣周邊海域的侵擾 那我們緊急出場的頻率也有變多 當前情勢之下 肩負北部海防重責的131艦隊 未來將隨著新型高效能艦艇的陸續加入 角色變得更吃重 也正因為如此 官兵的生活起居更需要受到照顧 這也是新的威海營區起見原因之一 從基隆港東碼頭移往西岸 落成啟用了一年多 威海營區新營社首度曝光 寢室不分官士兵大通鋪 通通拜拜 兩道四人小套房 木質床具 書桌 內物櫃 和基本家電 以應俱全 在勤務和訓練 越來越吃重現在 完善個人空間 等同休息品質 下船一起回寢室的時候 心理上都會得到一個很大的放鬆 部隊生活 忙完了勤務和業務 如果沒有外散訴 那運動就是最大休閒 我們單位人數比較多 所以時常包裝都是以箱箱箱的部分 箱箱箱的部分 你不能去控制它的重量 或是針對任務需求 把微運動時間加強體能 是個人基本功 像你平常工作來講的話 這些體能哪一些是你比較需要的 因為我平常比較常辦中午 所以我會針對我的核心肌群去做加強 核心肌群的部分 我就是通常都會利用這一台 就是我們的多功能的使命施架 去做硬舉 當健身房等等設施 成了部隊主流標配 在支援液流營人數 面臨嚴峻考驗的狀況下 硬體設施是不是還像影集裡一般老舊 也是學子猶豫是否投身軍旅的時候 觀望事項之一 跟長官報告 那等一下新嘗試去原來區公所註點 因為我們其實後續就是有一些新的傳見 然後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學生對新的比較有興趣 就會覺得說都是新的 然後住宿設備啊 然後條件都比其他的還要來得好 對 所以更容易打動學生的心 就算戰備無價期 海軍艦隊新居新氣象 要讓海江第一線的弟兄更有動力 維護平安和樂年節 TVB的新聞羅世鵬 機動報道 2024的台北燈節在西門町熱鬧登場了 而這一次我們要提供給您一個特別的亮點 就是結合了AI系統的即時翻譯面板 目前是有中文日文韓文和英文 這也展現了台灣強大的科技技術 迎接2024年節燈節活動也跟著登場 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是西門町的大亮點 以龍樂光城為主題視覺 象徵翔龍飛越台北 引領首都向前邁進 而這一回的燈節還特別搭配上系統的升級 每年的燈節人都很多 那麼除了有台灣的觀光客 還有很多是來自國際的 包含了日本 韓國 還有歐美國家的觀光客 那如果碰到問題 語言又不通 該怎麼辦呢 遊客中心呢 就特別加裝了AI即時翻譯面板 只要對著這個麥克風按一下 就會出現即時翻譯 不管是韓文還是日文 英文 設定語言 對準講話 就能夠即時進行翻譯 雙向的透明面板螢幕 服務中心的人員 就算不會特定語言 也能夠直接快速對話回覆 你好 你想要去哪邊呢 我去台北駅 去台北車站的話 可以搭乘捷運一站就到了 新聞店的話是 就是外國遊客 都會到訪的一個地方 那像是現在的話 是港澳啊 新馬或者是一些 歐美人士都蠻多的 那近期韓國人士也蠻多 所以就是語言的需求 就蠻多 蠻大了 我們的人員的話 主要是以英文為主 所以可能會比較 需要用到翻譯機啊 翻譯的一些工具 比較慢一點 或者是請求其他站的支援 AI螢幕我剛剛測試一下 感覺會蠻直接比較方便 實現與外籍旅客 面對面無縫溝通的效果 引進的先進AI智慧翻譯科技 不只能有效服務 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旅客 提升整體的感官體驗 同一時間AI技術也在展現 台灣強大的科技實力 您好 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 那我切到日文 然後你再測試一次 我們是台灣的新創公司 然後跟日本的顯示大廠 合作的產品 效率上溝通上 就還有品質上 就遠遠強於過去傳統的翻譯筆 目前的話是中英日韓四種語言 然後今年的話我們會開始 新增歐洲語系 西班牙語 法語跟德語 那後續的未來的話 我們還會再開發東南亞語系 研發至少兩年的技術 目前已經在日本多處落地 台灣也有不少地方在應用 兩地包括了商場 旅館 車站 機場等等 而這一回30寸大小 首次在台灣亮相 未來的使用也預期會越來越廣泛 2024確實是AI的智慧年 那台北市是一個智慧城市 以前我們是透過傳統的這個 簡介 地圖 還有一個口語上的 行動語符言的介紹 那我們這次結合AI呢 可以提供更即時 更多元 多國際化的語言 希望透過這一次 2月2號到3月3號的台北燈節 就結合傳統跟AI科技的智慧的應用呢 吸引國內外的觀光客 西門低游客中心是我們今年 最事辦的第一個點 如果這個廣受到大家的歡迎 我們會在其他的11個旅遊服務中心 甚至其他的這個公司部門 民營機構啊 北流啊 或是一些文化表演的團體啊 包括我們市政府的聯合服務中心啊 惠民服務啊 旅遊 觀光 交流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打通了世界大門 也要一步步用科技打破語言的隔閣 鐵野新聞樓士彭 成文岳台北採訪報導 同樣也要跟上科技的趨勢 來看到是傳統的洗鞋業 現在也推出了24小時的智能洗鞋櫃 利用AI就可以辨識價格和瑕疵 另外還有自助洗衣店 他們也引進了隔空洗衣 你要烘乾一定要有一個空間 所以最多只能放到這邊 只有單一洗衣功能還不夠 洗烘拖三項靠這台通通搞定 護客不用一直在自助洗衣店 等洗完再換烘乾機 減少等候時間也不用再多跑一趟 但這台還有另一大特點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從上無接觸感應 而現在像是這台洗衣機呢 就是跟上了潮流 不用像傳統一樣要點選的方式 而是只要手靠近 就能夠完成選取 神趣觸碰螢幕的機率 讓使用者更加安心 而講究的衛生 更關鍵的是機器內部 之前的人不知道要洗什麼 你覺得不安心的話 你可以就是清洗內桶 按下去 它就會一分鐘之內 就會把它洗一洗 然後再排出去 機器內槽隨時保持乾燥 還會釋放負離子除臭 避免滋生黴菌 功能推陳出新 就是因為感受到競爭變激烈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自助洗衣店電數從2018年3月1243間 到去年10月統計2750間 4年多的時間增長了一倍以上 會流行的因就是一個便利性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比較便宜 就是洗衣這個產業在台灣已經超過20年 所以任了一個行業 你超過20年 就是面臨了紅海 所以當你看到滿街都是的時候 說實在就是很競爭的 整個市場起了重大變化 想辦法轉型才能因應生存 就連洗鞋業者也同樣有感 掃碼 櫃門就會打開 掃描QR Code 啟動櫃子打開 再放進鞋子 洗鞋流程就搞定 而且24小時不打烊 想什麼時候送洗都OK 通常會先把鞋底跟側底開始進行 瞄準趨勢 將傳統洗鞋服務 轉型數位化體驗 送洗流程操作簡單 最重要的是不用搶在門市打烊前 把鞋送洗 便利性是消費者最主要追求的 同時又能多點設櫃 讓服務據點更廣大 我們目前是轉型的方向 主要是透過兩個 一個是透過智能洗鞋櫃 用更智慧的方式 然後讓消費者可以更便利的 享受到洗鞋服務 那第二個是我們目前預計 在今年會有 會推出AI的服務 做到價格的辨識 然後跟瑕疵的辨識 智能洗鞋櫃 更是參與經濟部商業署的計劃 共同完成 部地協助科技導入各領域 數位轉型 加進商業服務面向 產業發展的趨勢 因為這個有時候是被推著走 那我們也講了就是說 如果稍微有一點規模的服務業 它自己本身有能力去做 可是像我們看到的這些 不管是美容美髮洗衣洗鞋 這些都還是比較小比較傳統的 那他們可能想要去數位化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這就需要有一些資源 政府的一些資源來協助他們 不論自助洗衣店 還是洗鞋業者 智慧化已經是不可擋的產業走向 創新發展就是希望帶給消費者 更便利多元化的體驗 劇本新聞廉智周學台報導 新的一年不少人的願望是工作真正日上 但是醫師也提醒您囉 要注意您的身心狀況 尤其現在有不少的上班族工作壓力大 甚至是連下班時間也被剝奪 很多人常說心有多大 世界就會有多大 但世界之大往往超出我們所能掌握 因此在日常生活裡 工作佔據其中一大部分時間 再加上人際互動經營 常常隨時需要調整跟適應 而在工作上 因為臨時任務指派 工作量突然增加 無法順利完成的時候 自己可能對於自己的期待 就會產生所謂的挫折與困難 對工作產生的倦怠 沒有辦法繼續升任 嚴重的話更是可能會影響到 你對這工作的 你在這工作的去留 所以在這當中 如果再加上你平時本來就有的 這些人際關係的互動 因為某些事件的發生 導致你後來調適的困難 或有或無影響到你平常 待人處事的這些方式的時候 也會相對的影響到 你跟其他人的人際的關係 如果長時間工作造成的生理 心理壓力過大會造成過勞死 其實過勞死是源自於1980年代 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 會發現有一些上班族 因為職業造成的突發性的死亡 這個原因當然就是過度勞動造成的 積勞成績而死亡 原因主要是突發性的心臟病 因為壓力造成的心臟病 或是因為過度身體的疲倦造成的中風 其實在職場上合理的規劃跟安排 甚至會比今天之內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來得重要 如果能夠在80%的工作完成 但是能夠得到100%的休息 你將會有一個更有活力的明天 所以休息下班跟休假都非常的重要 中間的午休可以幫助你 在下午的時候好好的充電 下班的休息是明天的經歷的來源 適當的休息才能夠有更好的效率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也是處在一個比較有壓力的狀況 那人體在應付壓力的時候 交感神經會比較亢奮 交感神經就是會 也是會啟動我們一些抗壓的反應 像是心臟啊血壓啊 這些都會處在比較備戰的狀況 所以假如工作時間過長 那就是相對於 你是處在一個高壓的情境太久 那身體比較沒有放鬆 所以也比較容易造成一些像是 血壓比較偏高 心跳比較快 這些亢奮 或者是焦慮的反應 適度的休息對任何行業 高壓的環境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以醫師工作或者是很多責任制的行業來說 午休下班後手機一響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不接電話 其實我們必須要善用其他方式去放鬆自己 比如說以我們最常見 因為我們病人基本上一旦住院 我們必須24小時安扣 我手機連洗澡我都得待在身上 任何時間都有可能被扣 手機睡覺的時候被扣 我隨時任何時間半夜2點3點都得接電話 所以我們以醫師而言這個職類而言 其實我們並沒有所謂的午休跟下班時間 但我們一定要找時間給自己一定的放鬆 作為外科醫師 我覺得也許也跟個性相關 我們的話在執行緊急手術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半夜的話會來一個病人 甚至的話可能手術的時間非常長 會耽誤到晚餐時間甚至睡眠時間 病人從病危一直回到去穩定 這是讓人覺得心理舒服的一件事 心理健康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主要是真的瞭解自己 適當的做出調整在忙碌壓力的工作 適時休假放鬆 心理就會達到健康的狀態 想要放鬆心情來一場露營吧 其實現在全台都在封露營 看見這樣龐大的商機 有投資客是捧著大把的鈔票買地 就是要一元贏主夢 可其實就要經營沒那麼容易 小朋友掩飾不住興奮心情 位在基隆的露營區 每到週末就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放電 主打的是懶人露營 現場備有帳篷下午茶早餐和晚餐 只要人到就好 一年四季一卡小皮箱 攜帶輕便硬物就可以入住 這幾年露營相當流行 但給人的意向是從搭帳到三餐 一切都要自己來 但以這間露營廠來說 它有提供除濕機還有冷暖氣機 床墊則是鋪上了電熱毯 後方還有獨立衛浴 雖然住在帳篷裡 但設備一應俱全 每座帳都有自己的衛浴 彷彿就是個迷你飯店 這裡前身是童子君的營地 經過一番大改造 人保有自然綠意 是全國少數的合法露營廠 我國常態性露營人口 已經突破兩百萬人 是國人喜歡從事的觀光休閒活動之一 近年來更是吸引不少國外旅客慕名而來 以我們在這個疫情結束 開始這個國外的遊客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陸續有發現 他們會來到台灣之後 他們知道台灣現在很瘋這個露營的活動 像我們在去年 其實就有蠻多的新加坡跟香港的朋友 來到台灣完之後 就會安排兩天一夜 陸續到我們露營區裡面 來體驗所謂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懶人露營的活動 然後又從美國回來的華僑 我之前有遇過印度朋友 但是以華人圈的這個 外籍遊客佔比比較高 大概佔有百分之八十 露營商機大 根據線上數據公司的資料顯示 預估到了2027年 全球露營規模將突破600億美元 人口數粗估高達3.8億人 看準這股露營風潮 台灣現在許多地主是加入 經營露營區的行列 房仲業者指出 更有投資人把目光放在購買露營地 預算落在600到800萬元上下 不過購地貸款成數低 通常不到五成 因此露營廠大部分都是合夥經營 其中一種就是它本身可能是地主 然後有些閒置的土地 或者是之前來做農用的土地 它搭上這個露營風潮然後轉做這個露營地 那另外也有一些 它就是專門在經營這種露營地的一些業者 它會搜尋就是從北到南一些比較適合的一些點 那可能幾個有制道童的 或者是幾個合夥人一起合資 將這個土地購買下來來做一個整地 或者是承租來做這個露營區 做這樣子的一個經營 但露營廠有土地使用管制 想經營可沒那麼容易 位在山坡地或森林區 必須做好水土保持 並有完工證明書 接下來土地維護 整地及水電維修成本費用也相當可觀 就是雖然說很多人他可能會覺得 投資露營區因為不需要蓋太多的建物 未來沒有這種拆除上面的一個大量成本 但事實上因為一般的露營區 它這個面積很大 而且它通常這個地段都比較偏遠一點 所以很難找到這個願意管理維護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人員 所以他在這個人力以及這個維護的成本上面呢 並不如想像中來的低 國內露營風盛行 但根據交通部觀光署資料顯示 目前全台有超過2000個露營廠 卻有九成不合法 合法的只有184家 多集中在屏東、宜蘭、台東三縣市 當民間蓬勃發展 越來越多人買地當營主 但法規遵循不義 配合的法令眾多 全則又散落在不同主管機關 審查過程沒統一標準 導致全台露營地良幼不齊 因為他前面的前提的要件的法規 根本就不讓你經營露營廠 所以你就不想去花這個錢 水土保持的錢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連串的 因為他怕要花水土保持 那麼多的錢花下去 結果前面好像還是拿不到合格露營廠 但是市場還是一窩蜂 讓人民在那邊冒險 業主在那邊冒險 地主轉當營主 讓閒置土地有了新商機 但新興的旅遊方式需要法制化 才不會成為阻礙露營產業發展的絆腳石 TVBS新聞 黃光瑋 留言宣 基隆 裁縫 各國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文創實力 像是歐美日海岸都非常出色 而台灣當然也逐漸發展要打出文創商機 但是比起國外 專家就點出 確實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是一個鎖道嗎 我印象中都是一個鎖道 畫家 設計師 還有民宿業者齊聚一堂 搭配書籍資料 分析者金瓜石 未來文創潛力 要結合地區意象 描繪出金酒文創地圖 這個地方是金瓜石的最好的山 地理位置三角點 直上台名不夠 走到民宿頂樓 這裡有遼闊視野 可以一覽金瓜石樣貌 文創團隊多方觀察 各種情境激入腦海 實際走上金瓜石著名步道 一望無際的山景 旁邊芒草環繞 原處有茶壺山 美景盡收眼底 靠著一步一腳印 走出來的經驗 文創團隊結合各方專家 要讓這份金酒文創地圖更具意義 自己所去過的國家 相較起來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我們應該就是不用去 我們可以去羨慕外國 國外 可是不用刻意去仿效 那事實上呢 我回鄉這幾年來 我覺得其實金瓜石 它有它很純粹的一面 故事性一點 故事化一點 甚至說神話一點 讓這個地方 變得更吸引人 反正說我們憑著講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就是說 大家都說那我知道 上網看也有 但我們就如何把它創造成 其實很多電影都是這樣啊 很多電影的由來 大家就說它電影好棒啊 其實那故事 我開玩笑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導演家 貓跟狗打架的事情 他就把它想像成一個很 宏觀的一個故事 為了描繪出吸引人的地圖 團隊打造不少地方意象 插畫家用生動圖案描繪 希望凸顯金瓜石特色 吸引更多人朝前來 團隊也希望透過文創方式 讓更多人認識金瓜石 在地的這些夥伴們 我們來共同討論 那最終我們當然希望 能夠幫助金瓜石 那然後有一些 我覺得更好的發展 劉衛公成任台北市文化局長 台北市政府文化產業發展 委員會委員 談到台灣文創發展 有著深深感觸 回顧台灣文創產業發展史 最早從2002年 台灣加入世貿開始 政府推行文化創意產業計畫 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啟發至英國的發展模式 劉衛公對於台灣的文創過程 也有一番見解 就是說創意人士 他怎麼樣透過他的創意 他的才華 然後對台灣的 不管是從 比如說我們講一般的城鎮 偏向 然後他能夠提出 什麼樣的一個貢獻 也就是我現在一直在倡導 就是說過去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會比較強調你的產值有多少 然後你能夠多少的市佔率等等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全球的文化創意產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趨勢 也就是怎麼樣達到聯合國的 有去發展的指標 系數台灣文創產業 包含影視產業 音樂產業 出版產業 藝術市場 數位產業 手工藝 設計產業 六大產業 根據數據資料 2021年台灣文創產業總營業額 來到新台幣 9,642.8億 比起2020年成長4.08% 以文化部最具代表的五大文創園區來說 華山 花蓮 台中 嘉義 台南五大區 華山獲利跟注目程度相對比較高 雖然整體文創成績有所成長 但相較於歐美日韓 成熟的文創體系來說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專家表示 其實台灣的文創產業仍舊具有很大潛力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很 很包容的或者很自在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這個優點 我們比較不會有 不管是政治啊 或者宗教啊 或者什麼的那種 各種局限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是有一些優勢 只是我們所希望 大家都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文創人具備實力 但產業面結構非常多元 專家建議除了強化在地特色之外 不論是戲劇 音樂 藝術 表演 都必須結合在地文化 或者包裝民眾日常習慣 像是通常電影取景的地方 帶動相關的觀光效應 目標以一個整體面向進行發展 才能讓文創成績成長顯著 我的個人的感官是覺得說 如果在文化認同這個部分 可以再更強烈一點 或者更多人去抒發 有關於台灣或者是華人文化 在影視劇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吸引更多歐美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視角 是可以扣充出去的 文創實力逐漸抬頭 台灣人在努力階段 雖然文創前難轉 但扎根基底 文創相機 仍舊 令人期待 TVB新聞 羅世彭來明 新北採訪報導